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陆太长 我们这几得业障 这几倍 师父 请师父慈悲帮他看他儿子 几几年 2011年属兔 2010年属兔的是吧 是的 师父 脑子出毛病了 对 这个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有问题 对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首先是来要债的 第二 这个孩子 你要给他念很多的经 才能保护好他 他现在的脑神经啊 不全 就是智商不行 而且我还看到他 现在还不会讲话 对 所以 第一 要给他每天喝大杯水 第二 要配合医生的治疗 第三 要帮他念小房子 大概要 恢复到百分之八十的话 可能要念三千两百张 明白吗 明白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 你们祖上有杀业 就是 外公外婆啊 爷爷奶奶一辈啊 有杀业 对不起师父 他不清楚 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一定要 如果你要想把孩子 医好的话 要给他念这么多小房子 一定要念的 念 每一天 还要给他放生 最好每一个月 给他放一次生 一共要放 大概要放三万条鱼 好 好 好吗 好 这个孩子你们不要着急 他的智商是慢慢恢复的 他现在智商没有 明白了吗 明白 他只有把小房子还完之后 他的智商才会回来 明白了吗 明白 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吗 师父 这孩子就是在 大概九个月大的时候 突然间被吓到 但是他们也不晓得 是被什么吓到 不是吓到 他小时候生出来的时候 基因就不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灵性瘦瘦的 像猴子一样 老盯住他 师父 就是他孩子这样的情况 他们有去找过通灵人 类似的来看他们的儿子 通灵人给他 给他一个符咒 给过他一个符咒吗 符咒里边有写个字 有 你去查查看 那个字就是像猴子的猴一样的 我告诉你 所以那个灵性 一直在这个小孩子身上 不要随便去找通灵人 明白了吗 要靠菩萨保佑 靠通灵人没用的 鬼有五通 鬼都会有五通的 但是救不了人 明白吗 明白 好了 好好念经了 你等等啊 我帮你看看 最后 他大概什么时候 如果你们好好念经的话 我看看他什么时候能够好 他几几年属什么 2011年属兔 现在几岁 六岁 要到十一岁 才会好起来 好吗 但是你们两个 最好有一个人要许愿 吃全素 谁许愿啊 我 好好的吃 为了孩子 对不对啊 好好努力 好了 师父 他想问 他家里的佛台菩萨 有没有来过 哇 他家里蛮漂亮的吧 他家里还蛮大的 谢谢 神要到你家来看了 我帮你看菩萨来了 菩萨来过一次 你们家里有一个灯要当心啊 你们客厅上有一个吊灯啊 吊的一个灯啊 有 你知道这个吊灯上面 经常有灵性啊 你问问他 这个吊灯经常里面灯会 暗掉的 灯会爆掉的 听得懂吗 懂 灯啊 经常灯泡会坏掉啊 就是这个灵性啊 我教你一个方法 如果你想看见灵性的话 我教你一个方法好吗 你把家里全部关的 一点都看不见 然后把这个灯一开 再关掉 再一开 再关掉 在第三开 再关掉的时候 你的眼睛就看得见鬼了 听得懂了吗 懂 你想看 你就这么去做好了 明不明啊 还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了师傅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好谢谢 好谢谢大家 台长这次到印尼来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今天来看台长 谢谢大家 台长说 我们印尼的好朋友们 大家一定要做见证 今天你们都看见了 一定要相信有菩萨在 你们一定要相信 菩萨会救你们的 不管发生了什么问题 身体不好 身癌症 你们要相信观世音菩萨 一定会救我们的 而且首先要 如果发现自己生这种恶病了 第一要吃全素 第二要真心求菩萨 好好地念经 好好地学佛 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台长希望你们能够多度人 让所有的人都没有苦难 让所有的人都变成快乐 这就是佛的思维 那就叫离苦得乐 谢谢大家来看我 如果大家跟台长有缘分 好好念经 跟观世音菩萨有缘分 好好修心 你们相信了 如果你们真的不能救活自己的时候 医生跟你们说 你们活不了的时候 你们无论如何要找到印尼的供修会 你们可以叫台长来帮帮你们 台长跟你们说 记住了 天无绝人之路 好好修心 就像西游记里边一样 路就在你的脚下 好好地做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去救度众生 台长这次到印尼来 法喜充满 我都没想到 来了我们印尼的这么多的朋友 感恩你们来看台长 感恩你们要学习佛法 让伟大佛陀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能够撒向人间佛光普照 谢谢大家 感恩各位嘉宾来看台长 感恩我们的来自世界的我们的法师们 各位嘉宾 还有我们的这个宗教界的首长 感恩你们 谢谢所有的印尼的朋友们 谢谢全世界我们的佛友们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健康 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 永远健康 最后 让佛菩萨的佛光 洒满人间 如果大家好好修 好好学台长 下一次再来看你们 谢谢 让我们再次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金红台长 开始 其中一个 les 不容易 优优独播剧场 未经过 上 不得 优独播剧场 未经过 不得 未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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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 未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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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